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演讲 台下两名听讲的女学生激励起身 举标语大声抗议 令谢峰相当尴尬 4月20日传出的这段视频中 谢峰正在会场演讲 台下突然有一名女学生起身 举起写有红字的标语 喊着谢峰的名字不断高声抗议 随后一名年轻的华裔男子冲过去 将其粗暴地拽出会场 并和场外一名安保人员一起将他带走 这名女学生刚刚被暴力拉走 坐在他旁边的另一名女学生也站起身 举着标语喊话抗议 这次会场似乎有些准备不足 过了很久 才有人进场将这名女学生带走 台上的人就在高亢的抗议声中 尴尬地继续演讲 据网传消息 两名女学生就读哈佛大学 分别来自西藏和台湾 她们谴责中共煽动 对西藏和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破坏香港自由 以及军事侵扰台湾等 根据此前网上刊登的海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某学社 举办一年一度的哈佛肯尼迪中国论坛 并宣布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将出席 4月20日的开幕式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不仅拥有大批中国留学生 还与中共政权有多个合作项目 多年来帮助北京培训官员 该学院素有中共中央第二党校之称 上书视频曝光后 X平台上许多网民为两名女学生喊好 干得漂亮 勇敢的心 下次直接扔血 敢于说出真相的学生与人们 令人敬佩 为这两位姑娘鼓掌加油 独裁者的代言人到哈佛登堂入室 是哈佛的耻辱 还有网友留言 第一位勇敢的女生喊口号后 也蛮拉她出去的那个中国男 是干什么的 学生会的 难道哈佛允许别人这么暴力的强拉抗议者 他以为这是在中国吗 不管真相如何 对演讲者来说都是尴尬的 让共产主义者在公众场合成为鄙视对象 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人们 十分之后 雅致小学生 选择 民党的大学生 是永不可 毫无疑 在转换 致辱入室 民党的国民党的民党 那是名称之后 贝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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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有信号 Mas我们会务我们的 możli编 我们会出现参加 你们有乎你破碗 对 你会有乎你的手 罗子的亡灵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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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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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紀元時報遍佈全球 不受財團、政黨影響、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教於樂、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定報專線 0800-566-688